文静周刊蔡女佐在脸书分享与隋唐又合影 两位前后任住户 以此表示力挺隋唐的决心 图翻 自蔡女脸书隋唐去年搬入台北市大职某社区 2月初被曝音小孩嬉闹扰林 吕劝不听而遭邻居 告隋唐亲上火线 写了1800字解释 隔天 她老公Tony转贴 住户留言证词 只称邻居太太与女儿属高敏感 还也被邻居太太咆哮威吓过 当时前住户名字马赛克 但其实这邻居不是素人 而是蔡依林的妹 也是一名畅销书作者 隋唐两年前年以8000多元的价格 买下大值一户市值1.4亿元的百平中古宅 近日却遭楼下邻居投诉 放任小孩早晚奔跑 闹导致邻居必须看身心科 让隋唐脸书一度涌 大量酸鸣言鱼 她沉淀了一天冷静发文解释 认一家人已经尽力配合 但邻居无止尽的要求 甚对小孩当面咆哮 让她无法忍受 隋唐去年搬进 直社区中古住宅顶楼 图镜周刊提供隋唐当天 自闻的解释获得外界不少谅解声音也成为大 热烈讨论的议题 毕竟和邻居相处的经验也可是全民话题 而该篇脸书发文的2.7万则留言最大 点是前住户出面留言佐证 指出的确曾被楼下拘拿狼头骂当时独自在家的母子 也愿意提出唐正贡 这篇留言相当有利 隋唐老公立刻转贴自己 也让隋唐充满感恩 菜女隋后也在自己的书贴出和隋唐的合影 并写下 I'll support for all my best 我会全力支持你 达力挺 丝毫不畏惧网友的踏伐声浪 这位菜女身份其实有点来头 她不但是月谈天后 蔡依林亲堂妹 也在三铁圈被称为铁人妈咪 是台湾运界的知名正妹 老公任职金融圈 有两个儿子的 因为小孩体型瘦弱 时常食欲不佳 为了增进用的兴趣 用心将儿子的便档搞得十分同趣 两年还曾出书铁人妈咪的便档时光分享食谱 移民家坡看房子相食菜女 老公以及两个儿子 就是唐入住的前任租屋房客 月租十万元 却阴声响闹 双方筋疲力竭 当时那段与楼下邻居的不愉快 燕 让他在脸书写下支持的字句 据悉 两人素媚 生 去年随唐看房时聊了几句 发现双方都会投公益活动 因此开心合影纪念 但据了解 菜女已移民新加坡 为此跨海生源随唐 对此纠纷显然 心有戚戚烟 铁人妈咪的厨艺也很有一套 在铁妈咪的便档时光书中 她将两个儿子的午餐便档成画布 蔬菜 水果 宠物狗狗等都可以入菜城 超浮夸的便档轰动校园 让儿子成为学校的疯人物 点击看完整全文 更多镜周刊报道 原来是七相差十四岁 关系紧密 谢成军初二都回刘以豪家 贩毒家 真爱在身边聚餐 三娘娇子林哲西俩考 爱不怕闺蜜 扰真爱在身边 歌王出道多年文 跟她差十三岁恋情 被当圈内公开秘密